女明星对于绿茶究竟有多了解 如果姐妹们不会鉴别绿茶 就来看看沈梦辰逐句分解绿茶潜台词 为什么好像女生都不太喜欢我 潜台词就是 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有人不敢跟我做朋友嫉妒我 姐姐是不是误会我们了 那要是让她不高兴 以后我就不跟你联系了吧 这个时候女生的潜台词就是 你的女朋友太小心眼了 又爱妒忌 还是我善良又体贴 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你 我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内心的OS就是 你看我多可怜 是不是想马上跟你的女朋友分手 和我在一起呢 沈老师的小课堂 大家都学飞了吗 当男嘉宾垮女生自然时 大S一语道破 穿的裤型啊 还有她露出她的肚子 小蛮腰 然后她的锁骨 然后这边好像很随便 可是都还有那个沙 但是应该我们看不出来 女生自不自然 她抱抱枕啊 都会都会这样子这样搓那个抱枕 一直想做那个 女娱娃儿的人 诶 正常抱抱枕就这样 对 然后如果一般人 在那么多人 然后又是来谈恋爱的节目 就是她害羞说 她可能就是像其他的来宾 可能头小一下 还会呜一下嘴 她的表现就是要这样 哈哈哈哈 这毒蛇程度完全不输妹妹啊 而吴轩怡对于高段位绿茶的描述 听上去感觉滑里有话 就是说明明知道对方有女朋友 或者是有男朋友 她非得去 还去跟她脸 呵呵 吴轩怡 哎 你是想到谁了吗 杨幂则是走绿茶的路 让绿茶五路可走 对 你朋友刚刚解释清楚啊 他怎么这么不懂得真心 哎呀天哪 我没想到你这么好的男生 你女朋友怎么这么不懂你啊 对 就经常会碰到这种人你知道吗 啊 哈哈哈哈 你们好可怕 哈哈哈哈 道秘密不愧是绿茶粉碎鸡啊